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久不见了 那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来谈 有关于食品献铝的这个问题 首先在我要开始介绍之前 这边有一个人提到 他说 这个胶囊咖啡不环保 有关于刀庄和污染环境的女的问题吗 我想这个问题呈现出铝是到处都存在 其实大家知道铝在过去铺的锅具 有一些铝锅都是铝吃的这个水锅 那其实你看我们喝的饮料 有这个铝罐 还有你在烤肉的时候铝盒 这里面其实到处都是有铝的 那到底铝在食物里面会存在吗 好那我在这边就直接来介绍 为什么加工食物里面会有铝 那我先来讲加工食物里面的铝是从哪边来的 一般来讲大家常都听过铭帆吧 那铭帆他有很好的一个存透功能 比如说有一个脚底的存透剂 他可能会用铭帆 或者是铭帆也可以拿来清洗 我们知道这个猪的内脏 比如说猪的大肠小肠 里面要把那一层 这个有点黏黏的这个黏膜要清洗掉 铭帆会拿来用 那甚至在很多的胃药里面也都有铭帆 好那我必须要跟大家讲 食品 哪些食品里面可能会含有铭帆 因为它们用铭帆 我想最常见的大概就是油条跟松饼 油条松饼它在油炸中会盆发 那这种膨发呢 膨发的过程它就必须要有这种黏板 所以它们常用 其实黏板就是硫酸铝 那当然它们可能会用硫酸驴甲 或硫酸驴钠 但是驴甲跟驴钠是不能够混用的 可能会用很多的步骤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 它可能是为了要膨发或改善品质 所以大家知道油条松饼是很多会用得到的 那另外一个一类是水餐品 水餐品大部分是海带跟海车纸 我想说大部分也是在清洗的时候 会有一些残留 那另外还有腌制的蔬菜 我们要腌制的蔬菜 比如泡菜类 为了要增加它的脆感 那还有一些可能是蛋糕或者是糕饼类 但是蛋糕糕饼或者是馒头类 一般比较不会添加 但是有些人为了要让它的蓬松性比较好 它泻水也会来添加 那当然呢 以前台湾对于这个食物里面驴的一个限量 并没有规范 比如说你只要适量来使用都没有问题 但是我想隔壁上尤其在欧盟 他们都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规范 所以我想食药所在今年的3月 他就公告了这个规范 也就是每每公斤的这些食物里面 可以含了这个驴的量 作为一种规范 那我稍微先提一下 到底驴它算不算是中间鎖 不算它不算是中间鎖 如果你是身体是平常的 尤其你的肾脏 你的功能都正常 那一般来讲驴 它会透过你的肾脏代谢 会从妙衣就排掉了 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你平常 即使有吃到这些 加工食品里面含驴 但是因为你的肾脏功能都很正常 所以它会从妙衣就排掉 但是什么样的人 这个驴就排不掉 一般来讲是肾脏功能比较差的 比如说有在许胜的这些朋友 那我想你对驴的一个排除量就很弱 甚至呢驴因为你没有办法排除 所以在体内它很容易堆积起来 那体内的驴量堆积的越来越多 它会对于肾脏会造成伤害 那当然呢 这个恶性系统的结果 驴就堆积量越来越多 那目前知道 对于这个老年痴呆症 其实是有最大的一个关联性 老年痴呆症 其实就是大家所熟知的阿斯兰医症 这个是驴的一个重驴的一个形式 那当然呢驴如果量多 它也会造成骨头的病变 那这个骨头的病变 包括这个骨的一种骨命度也会减少 它卖瘦性也会比较差一点 所以刚刚我这样来介绍 大家就可以这样说 哦 原来驴是无所不在 好像连很多的加工饼里面都有 一不小心就吃到 但是我程度有刚刚讲的 不需要那么慌张 如果真的吃到 让你的身体代谢机能 尤其是你的肾脏功能是正常的 其实都不用害怕 倒数我要提醒 如果家里还有用这个驴锅在喷嚼 比如说有些你买电锅的时候 他所做的这个内锅 都还是驴翅的内锅 那这个部分你可能要 特别特别的小心 因为呢 这些驴翅的锅具 在你在加热喷调食物 或者是煮开水的时候 其实这个驴 是慢慢的就会融领到 这个水跟食物当中 所以这种 用驴翅的锅具来喷调 或煮开水 这时候他所造成的 这种联系性驴重驴的出力 会更高 所以如果家里面 你有特别 在使用这个驴锅 或者是驴翅的水壶 那我建议 你要把它给更换掉 你用不锈钢的 有人说 这些驴翅的锅具 丢掉会不会太可惜 没关系 那你就可以把它拿来 当做死菜的盆子 等等 那是不会有问题的 好 那当然呢 大家谈到这个驴 好像 就觉得它好像是重金属 我们说过来驴 并不是重金属 驴 因为它很容易就可以透过肾脏 然后就没有一排泄掉 那它不像其他的驴 或者是拱 它会跟我们身体里的 整体抓到困体 所以大家不是要开个口吗 好 那 这里他有问 他说 从粉类开始就喊驴 那吃吃面包也不就喊驴 不对 不是说从粉类就开始喊驴 一般来讲 如果你在做面包 或者是做蛋糕 有些厂家 为了让它的卖相更好 让它品质更好 它会去添加 这一种 我刚讲的那种 讲明反类类的东西 但是如果你是自己做 你买的一般的面粉 你自己去吃吃面包 那是不可能会有驴的 那不过大家放心 并不是所有市面上 卖的糟糕面包 蛋糕都会有一定喊驴 因为那是有些厂家 它为了要让它 产品蓬松性更好 所以才会去添加 那如果你自己吃吃面包 是不用去担心 因为你本来就没有添加这个驴 怎么会有喊驴呢 那有些朋友在跟我讲 他说 那如果烤肉的时候 我用这个驴的 去包了比如说 有一些金针 或者是一些 这一类的东西去做 那这个驴会不会融入 我可以跟你们说 那会融入 但是那我们会吃这种烤肉 用这种方式来烹调的基因 非常的低 所以你可以放心 身体可以自己来排斗 但也有一些人说 那我在烤肉的时候 王子怕碰到食物干 所以我用了一层驴膏 去做放行 因为这一层驴膏呢 食物跟驴的接触面 还是很有限 如果你是用水去煮 那这个驴膏的一个溶出 驴的溶出量 就会特别的多 所以你们听我这样介绍之后 应该会比较安心一点 那我要在这边跟大家讲 我们刚刚讲的水 说的水产品 还有一些胭脂的蔬菜 还有一些油条 糕饼都会添加 不过呢 目前被融取使用的量 是不一样的 如果在水产品 比如说海驴饼跟海带 大概是每公斤作用量 必须要含500毫克以下 那当然这类的食物 比较没有常吃 那如果是胭脂蔬菜 如果上面也含有的话 要小于200毫克 那如果是油条 松饼 小于300毫克 但是如果在面包蛋糕 里面有天下 就必须要小于40毫克 那为什么面包蛋糕 它的一个限量会更低 因为有时候你吃面包蛋糕 或者是满足吃的量 会比较多 所以它的一个限量 能够被添加什么的量 就会更低一点 所以大家听我这样来介绍之后 就会觉得说 原来铝是没有那么严重的 好 那阿南这里有提到说 毫克可以自己算吗 对 按照现在的一个规范 那它在整个标数上 必须要告诉你 我吃了一份的这种加工食品里面 你会吃到多少毫克的铝 所以这种是可以换算的 好 那一般来讲 我们现在允许使用的这些 毫克素的铝 通常对人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伤害 可以放心 不过程鲁我刚所讲的 如果你是渗功能不好 或者是有被取胜的个案 那这类的一个食物 我觉得你就要稍微限量一下 好 那其实我是觉得 我们可以吃的食物种类很多 你不一定每天都要吃 这一类的食物 那你就说 即使像油条松田 你觉得好吃 你觉得不要每天去吃 好 因为第一个它含有量高 第二个 里面还有含米的那些问题 好 所以我这个要分散风险 那才能够 让这种危险性 危害性 才会降低 那刚刚我在提到的这个 老年痴呆 大家不会觉得 可能大家都不想说 老年痴呆的发生 到底是怎么样 当然 一般来讲 可能是它的脑细胞 索引速度很快 第二个 是它在脑细胞 跟脑细胞之间的一个神经传导物 已经没有办法生成 所以一般来讲 如果有时候像这种 老年痴呆的话 它其实是有阶段性 也就是说 从发生到很严重 其实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那脑年痴呆 它不会说 哦一下就很严重 它会比较片段性的记忆 它会忘掉 所以有时候 它可能是某个年代的事情 它会不知道 或者是 它可能某一个事情 就忘掉 但是其他事情 是这个 它也记得了 它比较严重一点 可能 走到家门之外 它就忘掉 底下的路 这个大概是 我想很多 老人家 有一些老年痴呆 面临比较大的困扰 但又有些比较严重的是 它在家里 要出门 它都知道怎么说 可是呢 它只要出去之后 它可能就失去方向 好 那更严重的 到老年痴呆 可能是 它连包括自己 要抬完大便之后 怎么去处理都不会 所以它常常 用裤子来擦擦擦 擦擦 把这裤子 丢到麻糊里面 好 我想这个是 你常常听到的 好 那这边小林有点 它说 如果 请问铝箔子 如果避免包专性食物 是亮面 或霧面接触食物 比较有影响 我想那个 霧面或亮面 其实都一样 亮面是说 它这个铝箔 它有再把它给磨过了 好 再把它给磨过 但有时候 它也会有 其他的一些 合金在上面 好 所以我会建议 如果你要来包 食物 来做 喷嚼的时候 我会建议 你把这个亮面 铝箔的部分 来跟食物接触 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我们大家知道 铝都是比较没有光泽的 好 所以我会建议 你用亮面来铝 会比较好一点 好 那当然 刚刚讲到这个铝的锅具 很多人跟我说 它铝的锅具 可能也差一个 不准什么方便 其实很简单 铝的锅具 跟不锈钢锅具 第一个重量差很多 好 我想重量 两个差异性真的很大 不锈钢锅很重 铝锅很轻 第二个 不锈钢锅 会有这个光泽 但是铝锅呢 它都是雾壮的 那雾壮的 那雾壮的 那你就 就不可能会亮亮的 所以我想这很容易可以区别的 好 所以我刚刚介绍了那么多 有关于一些 含底的一些容器 或者是铝箔等等 的一些使用 大家可以做参考 但是 确实是不需要那么样的恐龙内 毕竟你就是承受重精神 不过 必须要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 適当的摄取 我们刚刚讲到 刺功能比较不好 刺功能不好 刺功能不好 其实要限制的非常多 包括水分的限制 还有一些电解物的限制 还有蛋白质的限制等等 规范是蛮大的 因为 它可能因为 刺功能的过温不好 刺力有的比较严重 每个礼拜都还要死刺两次 我想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对这个 食物的一个选择 应该要更加称动才对 那 今天我大概是 针对于 整个这些 韩语添加物的一个食品 大概做了一个介绍 那当然很多人 很多人会 不知道 现在管理了 到底有没有罚者 当然有 我刚讲的那些 每公斤的 食品的重量 的一个规范含量 其实如果将来 在抽烟的时候超过 那它会被 三万到三百万的罚款 但如果 是不允许来使用 这些食品添加物理的食物 添加的 被检验出来 那也一样会被 重重的开罚 我在这边 很难 应该要跟大家 讨论一下 那就是说食物好像 这样你就会知道 其实药物里面 都含有一些鱼鱼池 比如说胃药 很多的胃药里面 都会有鱼鱼池 但这个量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如果说 对于肾脏功能不好的朋友 那当你在使用这些 胃药等等 可能要特别去 进行一下医师 好 让他说 了解你的状况 好 那今天阿古提到 他说如何判断 鱼是否过量 我想鱼有没有过量 你有办法 从眼睛来做一个判断 那通常 在什么食品 加工食品 现在的一个规范 它的一个标示 规范里面 他就必须要把这些 鱼的一个含量 他必须要做一个标示 所以我想我们 消费者 能够从这些 产品的一个 包装标示上 来获得这样的一个选取 不过 成果干活成的 比如说 这种油条 松林 或者是 这些海带 海河皮 既然里面会有 所以 这些是比较 确认的 所以如果 你觉得对比 是比较赛誉 那这些 准备的服务 当然我们就觉得 要来限量 来使用 好 那 那 我 最后 还是必须要提醒 你们所有的朋友 不管说是加工吃点 或者是天然食品 其实都有一些风险存在 我想过于不行的不对 所以要分散这种风险 最好的方法 就是你 吃这类的食物 你不要堅持 你不要就是每天 都要什么不可 如果你能够分散风险 那其实你的危险性 又降低 那当然我们说 就是降低危险性 那如果要促进健康 我们一直要讲的 就是你要均衡的 各种各类的食物 所以这样的营养 才能够均衡 好 所以如果能够 把握这两大原则 相信 我想安全也无理 而且健康也能够做到早上 好 那我想 今天 我们大概就跟大家来 介绍到这边 希望大家对于 海底食物 大家也有一个 有一个了解 可能就将来 主治理 说 会 会因为这些人会感到害怕 还有一个问题 方证 他问说 情统考箱都是包理主 那考识你会有害吗 那我想 这个理 理博主 就曾经我刚刚说的 当然 你不要常常来使用 一般来讲 真正考箱 要使用的 有考弹 好 那如果你真的是 要用到 利博 这任势力 也并不是那么高 就不会说 有什么样的一个毒害 就不需要太过担心 OK 好 那我想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好 谢谢 嗯 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问题 他说 是胶囊咖啡包装的安全性 有什么看吗 基本上我想 这种安全性 是真的有问题的 嗯 你虽然说 这种是不错 它是在 含有酸性 就是有气酸的形成之下 溶出会比较多 那如果是这种 咖啡粉包里面 其实它会 溶出量 可能要非常的少 所以 不需要再担心 好的 那我们今天 那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